所以在魚船上,我們正在監視疫情 所以我們會繼續做 我們鼓勵兩邊保持開放鬆線的交通線 所以他們能達到一個決定 這是我們叫做 好,可以聽到白宮這邊表示一直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也呼籲兩岸保持良好而且開放的溝通管道來處理紛爭 另外美國國務院也表態希望兩岸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而中國海警扣留我方漁船讓台海問題也再度成為國際焦點